选前槍擊案除了連勝文受傷 還造成一死啊 真的是死的冤枉 而另外一位死的冤枉的是 苗栗這個16歲的高職生 吳兆騎車撞死的 這位48歲的先生了 召獲之後呢 年輕人的媽媽 陪著他到死者的臨前 跪在地上求原諒 死者的家屬呢 還反過來安慰少年長 說你還年輕 以後騎車要小心 雙方哭成了一團 意外就發生在苗14線的 這個大灣道 陽性少年就在下坡的時候 迎面撞上騎單車的秋心男子 秋心男子當場跌入水溝 馬上為他做CPR 還是急救無效 趙仁的機車被撞的單車 全都四分五裂倒在地上 肇事的陽性少年 今年才16歲 吳兆騎車還撞死人 被媽媽帶著去道歉 以為會挨死者家屬一頓罵 想不到對方還反過來安慰他 家屬忍著悲痛苦學少年雙方哭成一團 因為還年輕 所以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 希望廖火少年真的能體會大人的苦口婆心 中心紅知名苗栗採訪報導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